现在的局势也有点复杂了 如果反派加入了美人江苏那边 那我跟鱼童岂不是磨得翻身了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诶 鱼童 你说我这放扎桶他们就拆 你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诶 让我想想啊 诶 我有办法了 你看大家的房子都是木头的 那你做个点火器不就好了吗 诶 你说的有点道理哦 我现在就去做 点火器要啥 铁 电池和火药 诶 简单 我缺啥也不缺火药我 我可是大户人家 看看这就做好了 反派 我来了 给你看 看到这点火器了吗 看看就看看呗 这怎么直接点了呢 你看我没有用 我已经破罐破摔了 我也没要砍你 你别赖啊 诶 我以为你要砍我呢 人家我练丹呢 啊 练丹呢 那我给你两个丹吧 你平常拿我两个丹呢 你就说你给不给吧 不给我就点你家 诶 刚容我来吧 随便点随便炸 然后我看你一次 我杀你一次啊 啥 反派 你是要找人炸你的家吗 那我来 反派现在已经破罐破摔了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 加入个屁 我就是因为你才破罐破摔的 不对啊 你这么想 你反正已经破罐的破摔的 你就加入我们呗 那每人都免费了 你不闹心吗 你不愤怒吗 你还行吗 不行 我就炸你家 让你愤怒 你能不能不跟个狗似的啊 你就说跟不跟我们一起吧 哎呦 居 你个太闹心了 我加入你们还不行吗 那行 走吧 跟我走 去榨江书家 你等我单练完了吗 不行 快走吧 那单别练了 走吧 你那个单呢 还有七七四十九天才行呢 好了 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